4月12日消息 华为昨日公布了鸿蒙 HarmonyOS 4.2升级计划 支持的机型包括 华为Mate 30系列 华为Nova 6系列 华为P40系列 畅响50 Pro 荣耀30等 在此次升级计划中 涵盖了多款华为智慧屏老机型的升级 例如 华为初代智慧屏D系列 初代华为智慧屏S系列等 经查证 上述提到的华为智慧屏老机型 此前仅支持升级至鸿蒙 HarmonyOS 2.0系统 仅部分机型通过升级 支持新版本鸿蒙 HarmonyOS的新特性 此次升级意味着这部分老机型 将跨越鸿蒙 HarmonyOS 3.0和4.0 两个大版本 直接升级至鸿蒙 HarmonyOS 4.2 此前报道 华为智慧屏在升级鸿 HarmonyOS 4.0 新增了智慧画框 远程看家双向云音 鸿蒙画质AI精细超分 开机默认净直播等能力 官方称系统流畅度提升10%